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UFO 旁边这个呢是美国航天局的 NASA的原来的副局长 他说当很长时间副局长 他最近退休了 应该是 他回到他的国家 他的国家瑞士 他是瑞士人 我们搞不清楚美国为什么 航天局的副局长可以是瑞士 但他文章里是这么写的 所以因为他回到欧洲了嘛 英国的美日电信就对他进行了专访 那原因就是 他在离开NASA之前 他自己说 他仔细查阅了所有的 他能够接触到UFO的相关资料 而他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东西很可能是 来自于中共国的不怀好意的 高科技的一种飞行器 这个就有点 我当时看过之后 我有点懵了 但坦白说啊 我个人不接受 坦白说我个人不接受 但是个别的某些具体案例中 是否包含着中共 中国共产党的因素 那我个人也不否认 但是就像他这么说 一言以蔽之 这不太可能 相反我倒觉得他在掩盖着什么 相反我觉得掩盖着什么 大概通篇内容呢 就是他介绍了背景 然后讲述的一个 美国在过去时间里 从一九五几年 一直到他离开NASA 大概也就是今年吧 今年或者去年 离开NASA 伴随着NASA 就是美国航天局 公布了一些UFO的资料 但他都没有确诊 他说真正能够确诊 就是那个气球 中共共产党气球 他说那是真的 所以在这种确诊的背景之下 他去跟发现UFO的很多 直接的目击者 飞行员 证人 他说直接交谈过 交谈结果认为呢 他们没有撒谎 看到的是真的看到 他们没有任何其他 不真实的意思 而对他感触感到兴趣的就是 不是那些人在撒谎 而是那个东西是什么 他说感兴趣是在这 所以当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 他认为是来自于中共国的 超尖端的飞行器 而不是所谓的UFO 来自于外星人 所以那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真的持怀疑态度 就像喝了酒 吃了药似的 我不这么认为 UFO就是UFO 那气球就是气球 那目击的人呢 那就瞬间他看到了 而且UFO所展现的很多 品质来讲 可不是单纯像一个间谍气球 所展示的两回事 但这是一个数据 这是一个评价 因为他的身份 因为他的身份 也就促成了人们 做出了这份报道 那他会对中共产生什么影响 我以为中共国肯定会拒绝他 肯定会挑战他 骂他荒唐 但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只能用一句话说 这世界真够乱的 专家学者们也真够乱的 他有在西方 现在的状况中呢 有一个政治条款 你只要反共 你要反对中共 你就有立足之地 这个成为一种政治条款 认知条款 那倒是从 从救赎的角度来讲 倒是件好事 但我只能说 真的挺乱的 这是英国的美日电讯 刚才刚刚报的 这中午刚报的 是应该中共国负责 美国航天局的局长 明确表示 飞行器是真的 但是制造飞行器的人 不是什么外星人 是中共国 他们怀有不好的目的 但也有人认为 他应该是真正的 其他星球上的生命的证据 这就不是任何其他问题了 我们刚才只能说 这是一种政治上的做法 真的 我觉得是一种政治上的做法 所以乱 很多人认为是外星人 但有些专家认为 这是中共国的 美日电讯报道 美国航天局任命时间 就是就职时间最长的 副行政长官 托马斯 阅读了相关文件 和目击证人交谈 他相信是中共国的东西 这里面跟大家提出来 他这里很关键就是 他是副行政长官 那将意味着 他在真正的 这个所谓科学认知上 有多大的水平 但有多大水平 你也不能这么一言一避之 但是 他就谈到 谈到气球问题 就被打下来气球 而他现在回到他自己的祖国 瑞士 苏黎士 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 那还是专家了 他彻底检查了所有证据 包括1952年在新泽西发现 他说我跟飞行员交谈 目击者交谈 他们讲都是真的 我相信他们的真相 他们没有撒谎 没有编造 我的问题是 他们看到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而不是他们撒谎本身 要证明他们的存在 很多解释 但是其中一个关键解释 就是他们来自于我们的敌人 是来自于地球上 其他地方的技术 他可能是一种自然现象 包括云观 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自然现象 甚至可能是相机自己造成的原因 如果他连相机造成的原因 作为一个专家 如果他连相机造成的原因 都无以辨别的话 我个人倒怀疑他的水平 我说陶哥那不对 你这替共产党说话 不是 就是说外星技术就是外星技术 那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他们有着相互交叉 交叉的可能 但你不能这么一言以蔽之 反正我自己不接受了 我跟大家报这个新闻 朋友们自己去讨论了 来自于英国的美日电讯 宾州大学的教授叫格雷克 说会影响这种做法 说法会影响对不明飞行物的认知 答案很可能在于事件跟整个背景的汇合 上个世纪90年代 天文学家发现了数千架类似的东西 那比以前想象的更具有可能性 而无人飞机的开发 促成了不明飞行物的更大的这种 参甲性 那他都是从物理学角度 很很统计式的 很简单的描绘 这个东西不需要专家去说这些 我觉得不需要专家 那无人飞机有咯 以后无人飞机改成不同的形状 就不是问题咯 那无人飞机拍下来的 如果拍到无人飞机 雷达拍摄的状况 就我们看到有关飞碟的某些状况 是难以分辨的 但这不是问题 对不对 我真的觉得不是问题 正是人们把人自以为化 就自以为是的这种科学专家们 自己在把自己胡来 因为他把他自己当成神一样 是一个判断对与错 存在与不存在的一个原则 专家是这么这个角度问题 新的敏感器复杂技术 促使军队使用更加精准的某种东西 那人们监测到军事行为不良行为 这个都是泛泛的说法 这种泛泛的说法去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今天的科学家 所以我到现在我不接受 哈佛的天体物理学家 叫做鲁道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他说那时候开始观察 观察这个天体 听到都是谣言 外星人的尸体 飞船等等相关内容 他说一位哈佛的物理学系的 同事检查并看到了尸体 那我问他 他变得很不高兴 不想谈论这件事情 他同样是怀疑论 如果对UFO 对外星人 以这样的方式去怀疑的话 以这样的说法去怀疑的话 我倒个人以为 这些专家学者 自己在掩盖什么东西 自己在掩盖 为什么掩盖 外星人不想让地球人讨论他们 这就是真正他们掩盖的缘由 也就讲说 认为外星人不存在的科学家 可能在受着外星人的影响 因为外星人已经进入到人的环境中 他不想被人讨论 而外星人当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足以把今天的天文学家 跟UFO的专家 当孙子玩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你地球上的很多科技 是源自于外星人本身的 孙子跟爷爷叫板 爷爷知道怎么玩孙子 所以UFO的真正的拥有者 可能是这些人的 这些专家的真正的控制者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